现在又要出发了 然后出发的时候就把所有的电器给插上了 给大家看一下 这边所有我充电的这个设备 买的这是个逆电器 基本上充手机的话还可以充电脑的话 我现在还没充过来 准备把电脑充一下看看 感觉电脑没有电是最愁人的 因为有的时候那个剪视频就不敢 就不敢太浪费时间 他这有几个那个可以有几个插座的 也不知道能不能充得上的 它这个充电口还是蛮多的 基本上我有的时候就处理边走 然后边走边充这个手机 然后因为看导航的话比较费电 边走边充手机 然后有时候还有这个移动电源 有三个移动电源 这两个这两个比较小一点 这两个基本上会一块充 相机的话基本上不用怎么充 相机一般一般用的是比较少一点 已经开始充了 基本上现在是充了一个电脑 然后两个移动电源 然后出发了 后边有辆喷驰车 那大哥跟了我一路 我都放慢速度 让他超过去了 他也不超 我慢他也慢 我快他也快 本来我跟他甩了 甩老远了 然后隔了两辆车之后 他又跟上来了 幸亏是没在我前面 要在我前面 老早就跑了 这一大隔很稳很稳的 跟了我估计有个四十来公里 我就等着看他啥时候超过我 关键他也不超 我也是很无奈 这是登峰到洛阳的路 大车太多了 天哪我前后都是大火车 不敢跟他一起 后边还好 后边大火车跟六尾儿挺远的 要不然这太吓人了 基本上这边这条路 我感觉很少有私家车 有也只是挺少的 都没有人 弓简直播 速度子车 一直提供 轨一些 车回车 不管车 得不开 如果您购车